好 那我们下面放脑瘤三叉神经痛的实作分享 我们先放一段患者的致数 你眼睛卡是不自主的卡吗 它是疼的时候缩缩 然后像针样的在门 然后那个眼泪 眼泪不进 不有自主的 那个时候疼痛也是五分钟 五分钟就填一次 差不多晚上十月钟回宾馆之后 住了之后的晚上就没疼过了 后来就一直在那治疗 它这个疼痛始终就是有一点点疼 后来越来越来越没什么效果 当时就去了一个月 我想再待下去没多了意义 基本上去的时候是五分钟疼室 回来的时候也是五分钟疼室 就像是在那里面待了一个月 没有任何效果 后来的话就又去武汉 这个工业进行调理 把它调好了 调好了之后 过来是又反复了 反复了家里人就可能 对这个染色人就伤出来信心 觉得这个染色点 因为快已经快整了两年多了 你反反复复调理 又不吃药又不打针 又不动手术 家里边的意见也很大 他说你这样子干脆就把手术做了 当时我想那就先搞个缓冰之机 看你们吃了药 医院医院就说那里吃了什么叫卡玛西瓶的药 专门缓解你的神经的 你一旦你就把这个吃着 把这个神经给控制 当时你吃了之后 第一颗第二颗 效果还挺好的 基本上每天吃一颗能够止住痛 后来吃了第五颗的时候 就是来这边了 我记得是七月底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吃了第五颗 他说话也还是不能说 吃饭还是疼 已经止不住了 吃一次吃五颗 最后五颗 那个药是怎么吃的 比方说我今天下午三点钟吃这个药 那么第二天的话 你必须是三点之前一定要吃 哪怕你玩个半个小时 完了 那个肯定就来了 你必须要在前面把这个时间的进行 管我前面推几个小时 就这样子的 必须提前吃 喝这个药吃的什么作用呢 就是身上全身的 全身反护压 首先就是胃不舒服 我来之前的话就吃个小碗 每天就吃一小碗吧 每一场吃不下去 后来的话就不是8月1号嘛 就来到这个吉林这边 因为吉林这边也是那个 朋友啊 马普波推荐说这边还不错 我当时也是在我们这边供应点 在这个张医师讲座里面提过 说这边很不错嘛 我当时也是跟家人也说了一下 我说过来治一下病 如果说治不好 我立马就回去了 是吧 跟家人也放安乐心 因为觉得太远了 我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我才过来 过来之后的话 因为按照这个要求嘛 过来治病 第一件事先停药 我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下了很大决心 早上我就把药先停了 把药先停了 才能说 停药都不需要 现在很大决心 因为吃了四六月的药 这个药要是不湿 那就完全了 就是丢不上了 那还能说话 那就基本上就是 生不如死 他疼的就是万戒圈心 他叫万戒圈脸 一万根针在这个脸上进行炸 然后有打火机在上面烧一样的 几种工具在你身上来搞 在这个脸这个地方搞得都吃不了了 然后不是通过这个技术长进行按推嘛 其实第一天的话 就刚跑板了有半个小时 就没这么疼痛嘛 但是因为技术长进行跟我 之前可能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药停了之后 说了不会 可能会有一些反复会来 是吧 我当时也做了这个准备 对不对 然后就第二天的时候 其实更严重啊 就是 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 但是他有个什么样的感觉 他这个疼痛的强度这一块 他不像是说像那个 像一个斧楼在上面一下子搞过来了 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小刀在上面搞一下 我是这样平容的 长度轻点 我长度轻点一瓶 瓶瓶瓶瓶高点 我能承受得住 然后在应该是在 我是1号开始按推的 8月4号 中午就休息一下 睡了半个小时觉 我醒了 闹中间闹 他30分钟没有疼 哇我惊喜的不能了 我说这个东西有效果了 半个小时 我没有疼了 平常我就是五分钟十分钟 他就必须来一试 我很清楚 然后在8月5号的时候 这个晚上一觉就去到天亮 今天晚上没有痛 我感觉这个就恢复的很开心 当时老床一来 李师兄就看到我这个心情了 说今天的心情很好 肯定昨天晚上 我当时也是很大的心情了 可能中途的话就是说有两三天可能不按推 因为在按推的时候可能后面这个皮肤 可能有点小伤口 当时技学长也是建议我 就是说把这个伤口已经修复一下 没有那个工具 对 他耳朵扣坏了 我现在定嘎了 今天定口了 让他长好 明天再扣 对 就停了这一天 对 这个体伤很严重 然后他又现在反复到什么情况 就是说可能先生也是十分容易试 但今天我觉得有点小卷 好卷是什么情况 今天技学长在那边讲课想了快一个小时 不是一个小时没谈 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又有个好卷 我觉得前期可能这个体伤上 他们就消瘦来说 你可能每天都要进行自我按推一下 他这个病毒产生 我这个病的话 我觉得我通过这原始上 我有个什么心得的 就是一个喊 这个喊在我身上用的喊 因为我是做这个防肩中介的 我做了有十二年 我们当地的话就是全部是电动车的 然后我们老板当时说 你这个天气这么冷 因为武汉越的时候很热 冷的时候很冷的 还有没暖气 我中间也不带回国了 每一年 我是说从小学 上小学的时候 我这个耳朵没人都动 每一人都动耳朵 证明这个地方就很冷 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病怎么演 就是受害 别人就是说穿一件耳朵 可能我要穿一件半耳朵 我要多加点毛衣 这个手脚 身上都是蛮凉的 对 所以说这个人也建议就是说 首先从 不仅仅说把这个三大神经这一块调理一下 把整个体质也调一下 然后这个瘤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个足足受损 把这个瘤里面 如果说想把这个瘤调好了 就肯定是每天出说浆雨 热起来 热起来 运动 因为以前我爬瘤的话 一天最多就是六十成 我觉得已经对我说已经极限了 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每天也在增加 每天就是一百八 两百斤 就慢慢增加 把这个体质上进行调一下 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跑步 我其实很想跑步 但是跑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还是 运动 就是说它这个浮度太大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还是很疼 我现在就是打算 这门情况来 把这个调好了之后 包括我回家了之后 我就要把这个什么情况来 跑步 扶我撑 跟这个爬楼这三样事情 哪怕你工作在吗 把它分散 要完成 就把这个生活喜欢 把它做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 来放那个 帮患者按推头部的这一段 后面 后面的这一点也好 是 用红剂不得到 再推 第二个点 嗯 看 嗯 控制油 嗯 看 这里边的体伤 还很重 嗯 嗯 一推下去 马上有反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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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舒缓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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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原来就不能碰 一开始给它推这面的时候 它那脸再转过来 这块挨着床了 马上就发作 这个都不能碰 一碰这个地方 它就会很强烈的就发作 所以我就要给它碰一碰 好好的碰一碰 使劲碰 就是让它扛碰 我就给它这么弄 它不扛碰的地方 我就使劲给它整 其实第一次 我都把它的脸都弄走了 就这样使劲碰 不扛碰 疼了是吧 你看它还是没有那么扛碰 我都给它碰好一次了 你看刚才一碰吧 刚一搭手的时候 它果然它刚才又有点疼 看到吗 所以我这 我再使劲 就是用力 使劲碰它 现在是不疼了 都能看出来 现在我就碰一碰 我使劲碰 就是 蹂躏到 它可以让碰 要不然怎么办 这个脸也不能总不碰啊 一洗脸都疼 是的 那就那不行 就是 我就使劲给它整 看现在 我这么用力 现在它就会不疼了 我们下面还有一段 它这个疼痛 跟着脑瘤一点 都会一疼一疼 所以它自从发现了 你看发现之后 打黑密针 然后吃药 吃药 从一颗 一天吃一颗 然后一天吃两颗 再不好使 吃三颗 吃到第五颗的 如果一点也不管用了 就跟没吃一样 就像没吃似的 对 所以呢 就 再上医院的话 大夫就让开炉了 是的 那你说如果要是开炉的话 它现在肯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是吧 是的 嗯 实际上呢 就是弄点体伤 这点体伤解决了 那不就不疼了吗 那天特别的痛苦 一口气推了一个多小时 推到我这个手的臭劲 为啥呢 现在想起来哈 如果那天要是给你摧 挺不到一个小时的话 我想现在你这个体伤 到现在还是不会解决的 是 因为我们就坚信老师说的一句话 有症状 必有体伤 只要有症状在 肯定有体伤 所以我们就努力地在找这个体伤 事实上我们找到它这个体伤了 因为我按的时候它也在疼 嗯 就能感觉到 它这边 它这个伤 这个病越疼 越疼的时候 我按它这个体伤的时候 就是体伤不准疼 当我按到它这个体伤特别痛的时候 它这边就减化了 当之前 所以那天是撒不开手了 我不能停下来 它一直这个脸一直在抽 眼皮一直在蹦 跳的轻轻保留的 撒不开手了 所以我这就一直我也停不下来 我也不敢撒开了 撒开不行 所以我就一直在按结果结果 当它减缓的时候 发现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现在想一想 如果我要是 那时候要是不敢按了 就觉得 诶 按这么久了 还这么疼呢 那我可能就放弃了 或者是说 今天先这样吧 那可能它当天吧 就解决不了了 那个疼痛就不会 第二天 它就那么明显 只是有一闪而过的疼痛 借着这个机会吧 就是告诉所有的原始点爱好者 不要就是轻易的 确认 说是患处体伤 因为我们解决的 这个是浅层的 如果这个浅层的体伤 解决了 再按 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正常的 还是那个力度 还是那个深度 再按的话 这个体伤就不痛了 不痛的情况下 但是它这个病还在呀 那么它这个病还在的话 就说明啥 还是老师的那句话 它有症状 必有体伤 所以我们还在要 努力找它这个体伤 所以就再往深藏的去找 那我那天给它按呢 就是这个手指啊 完全都下到里面的时候 那它也不疼了 就是不管用了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 因为上次老师教我们 用那个工具啊 我就把那个工具 这个工具拿过来 把这个工具 全部按到里面的时候 它又强烈的疼啊 那个体伤就感觉到特别强烈了 所以那个 那我就一直按 一直按 按它还疼 疼我就不撒手 我就一直按 直到缓解 这个就是啥 就是 不要 轻易的 就确定说它这个疾病 就是患出体伤造成的 事实 这也证明了 就是 跟它那个瘤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它这个瘤子现在还在呀 要是照的话 它这个瘤子肯定还在 那还现在就不同了 好 老师 他这一段 就到这里 老师请你补充 好 这个患者 非常精彩 精彩处在哪里呢 因为他的疼痛随时随地 几乎24小时 都会发作 那听说他也曾经用过 别人也帮他处理过 效果都不好 那到季春南这里 他还是用我们的原始点原理 直接碰 就是按耳后 那个头痛多数他处体伤嘛 所以他 就用我们食指工具按 那很明显 食指工具按好像不大痛 然后症也不能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使用工具 而且工具 能够按到很深没有错 只是短时间不能解决他的症 因为一直按 听这个患者这样叙述 在按的过程中 他脸部还是会抽动 还是会不舒服 那直到按了差不多一个 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是够长的 我处理患者好像 如果这个给我处理 也未必能解症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处理过这么久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志工有一个眼睛很严重 那也是大家按推都没有效 那我一看 我食指工具按下去 他那个痛也不明显 但我总感觉 我那个食指 好像按不到他的深层 所以我还是借助工具 那借助工具 这样再帮他强力按推 按推到我们志工说 哇那时候耳后真的很痛 而且他开始流眼泪 眼泪流完之后 眼睛就清爽多了 而且看东西也比较清晰 这样的时间 也是只有十几分钟吧 那但是力量很大 也就是整个身体 把工具把工具顶进去 那这个患者比我当时处理志工的患者来看 那就严重好几倍了 所以这时候在按的过程中 他还是在痛 那因为季春兰不断地坚持 而且按到一个多小时后 总算整个缓解 那隔一天 睡觉也睡得比较好 隔一天痛也缓解 那这更证实 痛多数他处体伤 但要这样做出来的 一般如果对原始点不是很深入了解 一般是很难坚持的 以为这个就是患处体伤 然后温敷 那患者在温敷因为症没有解开 热源也进不去的情况下 要把他潜移 让他潜移是很难的 这也就是我看到很多志工 大部分按了几下 还没有效就说患处体伤 也不考虑 而是不是那个压痛点是在深层 要不要按到深层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坚持 你可能在诊断上也判断错误 以为患处体伤 那再从患处体伤按推再加强热源 我相信他头部也不会好 所以这个难就难战 既要很深 既要知道正多数他处体伤 理论上是完全没有疑惑 他有正必有体伤 一定要把大开关找出来 那大开关找出来之后 像他这个比较难的 还要坚持 所以按到最后听说耳后那个大开关也有一点破皮 那我按我们志工十几分钟 他也是破皮 所以我也在想 确实头部有些要按到深层才能解证 我们食指的工具 我一直在研究 比如说我们一般是大拇指跟中指夹着食指的终结 这样顶进去 那这样顶进去 其实如果他是在很深层的时候 有些患者那个大开关的结构 你怎么按都按不到深层 这个时候一定要借助工具 那工具使用上 当然就比较容易 让按久了会破皮 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以前这样的工具 刚刚静春兰这个用的工具也是蛮常见 那也有人是用牙刷 之前送我牙刷那个柄 那个柄也是刚刚刚好 那个结构刚好可以按进去 那因为有一点柔软度 所以那个按的也蛮实用 所以建议我们的志工 如果遇到这些很重症的患者 应该说重症 因为他是局部 一定要懂得善用工具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症的不适感 他其实不是深层 有时候就是那个浅层就可以按得到 但我们的志工因为那个工具拿得太 就是握前握得太用力 然后就硬邦邦 那只要稍微顶一下患者就很痛 患者根本就不敢给他按 那这样也不能节症 所以有些浅层的 我现在也会要求志工 你不用实时的工具 不用顶得那么握力 也就是握虚前 然后甚至拇指放开 然后食指这样顶进去就可以 这是一般在头部 那个工具的用法 那还有季春兰 刚刚也说他那个脸部 患者的脸部 其实是不能摸的 那按完就能摸 那刚刚那些动作 我相信他不是在按换处 因为痛多数他处体伤 只要耳后解决了 他应该摸脸的时候 就不应该痛 而不是后来在脸部 这样按他才不痛 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 不要误会了 一定是大开关解决 那脸部是他再测试一下 就是测试看看 还会不会痛 那真正在解症 是大开关 用了一个小时 才把他脸部解症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理解一下 不要看影片误会 然后大开关没有把 把他深层的体伤解开了 那反而在脸部做工夫 这样就本末导致 那另外我也看到 有一些志工在处理 他们大开关按不到位 然后最后就开始想了 是不是还有其他开关 原始点没有发现到 所以他们又在其他部位找开关 也有这样的志工 那这个这样的志工 等于越早怎么样 越远了 也脱离了原始点的理论 那原始点是不夹杂的 就是一条脊椎七处 那像头部的痛 一定是在头部 那头部就是大开关 耳后那三四点 那你只要找得出来 就可以解症 那因为志工 第一个找不出来 第二个 有时候他们的工具 有些人也开始 就是自己发明了 我还看过有志工 竟然用只有用拇指的侧眼 去按我们的大开关 就是耳后的大开关 那这样像深层的根本解不出来 他表层还勉强稍微可以 那这些人做不出来 竟然就说 那我们的头部原始点 有问题 所以他们又开始在摸索其他的点 我听过这样的 就是有一处工艺点 他们的志工就是这样 因为患者也投诉到基金会 那我也才知道 哇原来 那个工艺点 名气颇大的 原来已经都做到 都已经偏离了 真正原始点的 应该规范 然后自己又创其他的点 这个是我听到 都有时候觉得蛮遗憾 那我也很感谢 那个 有这样一个地方 基尊男能够有这样的地方 能够让患者 真正知道什么是原始点 然后也能够亲身去体验 而把这样严重的症 都能解开 所以看了这样的 我都蛮感动 有时候我像这样严重的患者 我自己来做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能不能坚持到一个小时 真的能做到解症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这么严重的患者 我好像还没有碰过 那也反正以病为师 我常常会从 世界各地的案例中 也给我一些提升的机会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